新城乡立幼儿园23号举办了亲子座谈会 有100多位家长一起来关心学童教育 首先是由乡立幼儿园园长吴素贞进行报告 针对112年的幼儿园教育方针政策 还有各项建设来进行说明 乡长和离台在任职之后也极力提升学童学习环境 推出了营养午餐免费 营养午餐由专业营养师规划每月菜单 免费的生活美语课程 还有游戏场改善工程等等 希望可以让孩子们在新城乡立幼儿园快乐学习成长 现在乡立幼儿园亲子座谈会 23号在康乐活动中心办理 共100多名家长共同关心学童教育 首先由乡立幼儿园园长吴素贞进行原务报告 针对120年度幼儿园的教育方针 家长们感谢乡立台每年办理亲子座谈 每年座谈会当中 家长们也对各项的教育政策 以及学校的教学方针 提出多项建言 也针对乡立的建设 以及福利提供非常多的保卫意见 相公所经过评估规划之后 推出各项教育政策 有效提升学童的学习成果 正是给家长最好的答复 家长们对新城乡立幼儿园的教育方针 表示肯定以及赞同 而座谈会 家长更是踊跃地发言肯定言论 别人对乡公所团队一直相拎幼儿园的感谢以及支持 今年是乡长合理牌上任定 五年来他推动了三项的社会福利政策 其中有两项跟幼儿园教育息息相关的福利政策 就是第一项 应该各位家长都很清楚 第一项就是我们的幼儿园 推动双语教育 完全免费的 第二项就是我们幼儿园 餐免费完全免收 这两项社会福利政策 就是乡长 对于幼儿教育推动的用心 相关的所有经费都是全部由乡公所的工夫去支付 在政策推动之下 应该相信各位家长还有小朋友应该都会有感的社会福利有感的政策 现在和他表示 乡丽幼儿园的园长服务在本乡 幼儿园已经75年了 全新权益为海统的教育而努力 今年更有三位教师追随园长的脚步 荣获资深教保服务人员的殊荣 用专业稳定的师资陪下一代 也期盼透过优质的育儿园的学习环境 解禁家长负担等各项政策来提高生育力 再次感谢各位家长们对教育以及项目的重视 更期盼为了小主人翁能够平安喜乐地成长 为了能够关心地方事务 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好模范 乡长帮不帮? 帮! 记者金鸿逸,新城乡卧岛 好 誓言 不信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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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